外交部领事事务局为了向学生宣导正确的旅外安全观念 也促进旅外国人了解极难救助的机制 特别和学习吧线上平台合作 邀请了国高中与国小的学生 通过线上观看影片并作答 除了增加旅外安全尝试 只要完成课程的测验 还可以参加平板电脑等抽奖 外交部领事事务局为了向学生宣导正确旅外安全观念 也促进国人能够了解在国外时极难救助机制 特别和学习吧线上平台合作 邀请国高中和国小学生 透过线上观看影片增加旅外安全尝试 我们现在国人出国旅游的民众越来越多 尤其是年龄层有往向下这样的趋势 所以很多的年轻学生都也是常常出国 那我们现在部里的领务局 就是推动了一个学习吧 线上学习平台合作的一个计划 针对我们的国小国中高中学生 进行旅外安全的教育宣导 那希望让他们多一些有关于旅游安全的认识 那当然他们这个还是有一个抽奖的活动 那可以大家学生可以上网可以上网去填写去阅读 观看这个影片然后可以问答 做问答卷 那如果可以参加抽奖 外交部领事局线上学习活动从8月26号到9月22号 还有10月28号到12月15号 以动画影片活播方式让学生简单易懂 观看之后只要完成课程测验 还可以参加平板电脑等大奖的抽奖 外交部鼓励学生和国人都可以多加利用 介络会欢迎吃报道